他们吃了早饭 耶稣问西门彼得 约翰的儿子西门彼得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主啊 是的 你值得我爱你 你喂养我的小羊 耶稣又一次问西门彼得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吗 主啊 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你喂养我的羊 耶稣第三次对西门彼得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吗 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问他 你爱我吗 就忧愁起来 所以就对他说 主啊 你是无所不知的 你知道我爱你 你喂养我的羊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你年轻的时候 自己束上腰带随意往来 但到了年老的时候 你要伸出手来 别人要把你绑着 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 耶稣说这话 是指明彼得将怎样死 来荣耀神 说了这话 就对彼得说 你跟从我吧 彼得转过身来 看见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跟着 就是在晚饭的时候 靠着耶稣的胸膛问 主啊出卖你的是谁的那个人 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 主啊 这个人将来会怎么样 如果我要他活到我来的时候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只管跟从我吧 于是这话流传在弟兄之间 说那门徒不会死 其实耶稣并没有说他不会死 只是说 如果我要他活到我来的时候 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为这些事做见证 并记述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 我们知道他的见证是真实的 耶稣所行的还有许多其他的事 如果都一一写下来 所要写成的书 我想就是这个世界也容不下了